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上期我们讲了经络不通的三龙表现 那么如果想要防止经络不通 以下这三少两长 你一定要注意 第一少,少做剧烈运动 我们都知道剧烈运动会大量消耗我们体力 中医人有样 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耗我们气血 当剧烈运动之后 咱们消耗这种气血 比我们体力产生的气血多时 就会出现经络受毒的情况 第二少是少熬夜 我们都知道熬夜伤心伤肝 中医人有心足血,肝藏血 心脏受损之后 血液就会受到影响 而肝足出现推动全身气的运行 心肝受损之后 气血就会出现问题 进而会出现经络受毒 第三少是少吹空调 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 天气沿着出汗比较多 我们排出 出汗是可以排出我们体内的毒素 避免这些垃圾堵塞经络 而咱们长吹空调之后 使这个汗孔无法正常的排出 从而将这些毒素堆积在体内 造成经络堵塞 那么想要预防或缓解经络堵塞 应该做到以下两场 第一场是经常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情绪抑郁会导致人身体经络淤解 经常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也有助于保护咱们身体经络的正常运行 第二场就是注意手足的保暖 经络其实在于脏腹 而忠于手足 想要保证气血的经络 保持通畅的运行 一定要注意人体的保温 中间这种 寒则凝 也就是说寒气会使我们人体脏腹气血凝结 经络受毒 所以人体一定要保持一个温暖的环境 才有益于气血经络的流通 我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泡泡脚 水中嫁入一些爱衣 生姜 一木草 单身 等这种温性的药材 这些药材可以起到很好的趋寒 暖身 疏通经络的作用 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加快了 很难去药店抓药 配药 同时市面上这些毒浴粉 包就比较多 鱼龙混搭 所以说很难辨别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毒浴包 大家可以试用 我是刘北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